我們今天還是要來 玩一下我們的一週一挑戰 對 我有知道你的挑戰 老師可以幫我們評分一下 評分不敢 不敢 那我們今天那個挑戰 其實有跟食物料理是有關係的 兩個都穿廚師服了 對 來 這個挑戰是 主持人挑戰兼荷包蛋 荷包蛋 可以讓我理解一件事情 這個算挑戰嗎 這個 對我們兩個來說 其實是滿高階的挑戰 這算高階 對 其實有評分的 它是有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打蛋 打蛋 打好的話是2分 不是 你的打蛋是這樣打蛋 還是把蛋打開而已 把蛋打開 那算打蛋 不簡單 不簡單 第二個是翻面 翻面是3分 然後第三個是 放在盤子上面 要蛋黃飆破 那是5分 總共10分 我這邊有個小小的發問好了 怎麼問 請問你知道荷包蛋的形狀是怎麼樣 圓 大概是圓形 那不叫荷包蛋 荷包蛋是一個蛋這樣對不對 你把它折起來 像荷包一樣的叫荷包蛋 翻面就不叫荷包蛋 對 你是把它折起來叫荷包蛋 所以我去早餐店 如果他給我一個 不是折起來荷包蛋 我叫他說 那就是煎蛋 對 那是荷包蛋 荷包蛋是要把它合起來 你這邊煎完之後 合起來的時候 因為這邊煎的 合起來只要黏住就可以 黏住 倒出來蛋黃不能破 那我們現在還是做煎蛋好了 荷包蛋好像特別的難 老師 我們改讓我們做個煎蛋好了 荷包蛋好像就是超乎我們的牆項 Live節目可以隨時改來改 應該是可以 可以 來 那誰先挑戰 你 好 我先 你先 老師 來 先要開火 白老鼠 我給你一個小小的提示好了 老師請 這個鍋子比較好煎 好 為什麼 因為這個鍋子已經有點舊了 謝謝老師 上面已經有膠了 對 這個火是自動的 你該不會不會開火吧 你看下面 看到 我也要在自動的 我覺得沒有錯 這段是荷包蛋是挑戰沒有錯 有 那通常煎荷包蛋的話 開火就1分了 開火就1分 這樣就1分啦 對 真的1分 老師 老師 我們的要求不要太高 好不好 很棒很棒 我都不知道我現在抱什麼心情來比賽 加個油 荷包蛋的油 還沒熱的時候可以加油嗎 都可以 隨時 要特別講究的這個 成功得1分 1分 2分 2分了 你確定這樣油夠嗎 這樣油 老師這樣講應該是有點死 對 所以剛剛沒有加分 現在這個加你加分 來 這樣比較好煎 可以 這樣可以 好 感覺有一個廚師的架勢在 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老師這樣可以嗎 這樣 不是 你現在問我 還可以嗎 是 我是 還 現在開始 開始 這樣 我會覺得現在你不太需要去 在乎這些東西 好 對 你可以準備打蛋 要準備打蛋了 對 要準備打蛋了 對 直接打在上面了是吧 得分 你知道蛋長什麼樣的 我知道 我得1分 我很怕你拿 你知道我蛋是哪一個 真的是 超大的羞辱 小朋友蛋長這樣子 小心拿好 來 打起來 打哪邊 打中間 你打了之後這邊是不是就流下去了 這個我知道 那打這邊 用道具 用道具 對 我有聽過打蛋的時候要 就是在平的地方 不一定 這還不錯 很漂亮對不對 老師 有 你真的運氣很好 謝謝 用湯匙煎 用湯匙煎 那從小到大沒有用湯匙煎過蛋 那 老師你覺得要幾分熟 你還要考幾分熟 對 我是不是打錯地方 那你喜歡的 你覺得 因為你們的比賽是蛋黃不能全熟 對 好 好像可以翻了 差不多可以 這個算 老師 翻面是 可以 可以 3分 現在就是比較尷尬的地方 是你油在這邊 你翻到這邊這邊沒有油 油過去 對 有了 有了 讓油往那邊流 對 不然是會不會破 好 對 你自己決定看 差不多 不對 不對 你沒有加鹽 這鹽巴嗎 那你可不可以出事 沒有 鹽巴 在哪裡 來不及的要加在裡面 來不及 小心 蛋會破 這個要浇了 用湯匙嗎 要浇了 好 好 漂亮 漂亮 老師 有沒有 恰恰金黃色的感覺 其實我跟你說 你應該是另外那一面比較 因為你這邊有點膠 這樣就扣粉 這樣不好看 對 不好看就把它蓋起來 讓人家看不到 對 好不好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來 蓋你 好 但算OK 我覺得我表現得還不錯 我覺得你要先把火 太大嗎 對 火有點大 好 小一點 沒關係 有老師在 如果這邊有出什麼事的話 老師會幫我們 好 這個還要加油嗎 我覺得你還是加一下好了 不然這樣不公平 擦一下 很專業 專業的 那你火要關小 是不是濕火了 這邊 沒有 其實你 它這樣子的熱度在煎是好煎的 剛好的 對 那油下去之後 鍋子就會降溫 降溫之後它就好 垃圾桶 給我 來 好 加油 有 好 我就知道 第二個 已經 鍋子是比較熱的 你這手在抖嗎 對 沒有錯 我怕突然太抖了 一分 一分了 你有一分了 好 那開火 開火 你好像真的會 他會 問題你會煮 來 而且我是 而且那個手是這個 一隻手 很容易破 一隻手 不會 確實嗎 破了你就輸了 破了 好啦 破掉了 所以說 你看 就說吧 破掉了吧 破掉就零分 這個不會零分 不是那個零分 沒有 我跟你講 你這個蛋 它的破法看起來不太新鮮 我們再煎一個 再煎一個 老師 老師給你很多機會 沒有 因為這蛋破法看起來不是很新鮮 你說它 老師說蛋不新鮮 對 所以它不是新鮮的蛋 所以不是我的問題 不是 是蛋它本身的問題 不是 好 重新來 第二個蛋破 它就沒有不新鮮的問題了 你好幸運 好 還是用兩隻手好了 安全第一 漂亮 有 有 你這個蛋 基本上你沒有破 真的運氣很好 所以它是會破 為什麼 因為它這麼高 丟下去一定會破 你低一點就不會 所以高度的關係 對 對 為什麼要抖 老師 它這樣是希望它可以趕快離鍋 但是它現在抖得太早了 抖太早了 你火可以關小 霍鋼 你如果自己決定 好 霍鋒 你在家有做過菜嗎 有 簡單的 會做咖哩 為什麼感覺也焦焦了 沒有 不要擠 不要擠 來 等一下 燙到 老師 要怎麼 防止像它這樣被燙到 沒有 其實你要善用鍋子 比如說它剛剛蛋在這邊 對 那你拿它一直往前撥 它是不是一直往前 對 那你把鍋子翻這個樣子 它不是往身邊 你這樣就翻過去了 要用腦 用鍋子 差不多了 煙霸又忘記了 煙霸這是煙霸 沒關係 因為它沒有加 你也沒有加這樣評分 這不用加 然後我會建議你就不要用湯 這是糖 你就不要用湯匙 你直接倒出來就可以了 這是甜的 小心 等一下 你的手還是很近 破了 你的長得沒有很好看 瘋點 破了 破了 其實 其實很簡單 比如說你煎了這個蛋的時候 你煎完 你為什麼要用湯匙 你直接把它倒出來就好 對 或者把它撥進來就好 那我們在幹嘛 什麼要這樣翻 那你只是增加它的機率會不好 好不好 老師 好聰明 老師 你要不要做一次給我看 老師還在笑你 老師還在笑你 剛才被你誇我聰明 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老師要做一次給我看嗎 還是不要 我覺得我們先做高麗菜還是怎麼樣 好 對 高麗菜不錯 因為飛速也要是才變平 太簡單了 因為最近高麗菜很多 大家快點去買高麗菜 我家裡吃這種高麗菜老師 其實應該講說台灣很多的 所謂的農夫很辛苦 對 超辛苦 菜商 菜農都很辛苦 超級辛苦 那在這個階段 大家可以幫忙就盡量幫 真的 我其實也是 我家裡是用高麗菜的 在哪裡是用 在宜蘭縣大同鄉南三村 沒有打得那麼清楚 我也嚇了一跳 我怕你說擠樓擠 對 沒有樓 就是在平地這樣子 好 老師 你今天要做的高麗菜 是叫什麼名字 對 我們做一個 素溜高麗菜 醋溜 對 什麼是醋溜 它其實有一點點辣 它居然是以醋為主 對 酸酸辣辣 酸酸辣辣的 酸酸辣辣的 那是泡菜的意思了嗎 其實不是 它就是一種比較 有刺激感 增進食慾的一道菜 有 這個刀子 好 我拿這隻 好 老師有差嗎 刀子 有鹽子 這個是 不一樣 有鋸齒狀 對 有鋸齒狀的話 基本上我們會比較常常 拿來切麵包 是麵包的 對 我學習了 你在切高麗菜的時候 很多人習慣性會降起來 對 其實不要 你就是把它立起來 然後這樣才可以每次吃 都是一口一口 得一分 這個就不用得分了 有分 那有幫我準備塑膠袋嗎 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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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塑膠袋 借給老師塑膠袋 沒關係 Live的節目就是這樣 很好 老師如果沒有塑膠袋的話 馬上就有塑膠袋會飛進來 因為塑膠袋會比較簡單 好像有 對 好像塑膠袋裡面放鹽 吸它的水對不對 不是 只有水 因為你如果用塑膠袋 你把它放鹽下去 有點像醃菜 所以你丟進去的時候 它只要炒到熱就可以了 就不用調味 但你如果這個時候你放進去 沒有放鹽的話 它沒有醃的時候 你必須要花時間 炒到它的菜熟的話 很多的菜可能就 爛掉了 會出水 或是老掉了 所以這樣會比較快 所以這是很方便的做法 對 而且基本上 如果你用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照理說 你可以炒出餐廳的味道出來 餐廳的味道 這個是鹽巴 對不對 對 那是鹽巴 那是糖 我剛剛試了 然後你把鹽巴 差不多這樣子 半尺 沒有 大概一瓶尺 一瓶尺 放進來 然後你稍微抖它一下 不用吃別的東西用 先不用 對 它待會兒 揉一揉 它待會兒水分就出來了 它就像漾菜的感覺 那就可以轉一轉之後 把它放這邊 給它休息一下 休息 對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來調醬 調醬 拿個湯匙 這個是醬油 這個應該是醬油 對不對 好 你就醬油 一匙 一匙就好 不要太多 一匙醬油 對 然後這個是醋 醋你要分兩次 兩次 對 一次 二 三 這個是第一次 大概還要再加第二次 這麼多 很多 所以醋的比例很多 來一點點的胡椒 胡椒粉 然後糖也來一點點 糖 它也要加 因為你不希望它吃起來太死鹹 對 比較有層次 對 然後鹽我這邊也會再加一點點 再一點點 對 因為 如果你沒有加鹽 你只是依賴醬油的話 對 它可能吃 待會兒看起來會很醜 因為太黑 醜 對 我們不希望說你炒出來的東西 看起來賣相不好 不行 然後醬的部分 最後 還有一個 就是我剛剛給你們的 老師的醬 就是這個 對 辣醬 好香 你就加一匙進來 這麼多 它沒有很辣 你可以聞一下 一次 很香 口血都流出來了 因為它的香氣是很足的 這樣的話比較方便 這個是醬的部分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把 其他料準備好的 比如說 還有其他料 因為你還是要希望它炒出來的時候 是有顏色的 顏色 然後香氣 你可以稍微斜切斷 這叫斜切斷 對 這是蔥嗎 蔥 蔥 對 老師 你有沒有煮失敗過料理鍋 當然有 怎麼可能會沒 奧運選手跑步都會跌倒 好像也是 對 然後蒜頭 這樣比較簡單 就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它皮不用剝嗎 不用 太緊剝了 薑 薑片來一點 對 有要說老薑或年輕的薑嗎 一般就是薑就可以了 老薑 中薑都可以 老薑 中薑 對 老師現在在備料中 我們這個做法很簡單 你先來一點點的油 一點點 對 它的油可能這個要多一點點 OK 這比一般都很難 乾辣椒準備好了 辣椒 對 對 所以等一下會很辣的意思嗎 不會 乾辣椒其實怎麼會辣 對 如果你喜歡吃辣的人 我會建議你就是 在炒的時候 早一點放進去 早一點放 但你如果不敢吃辣的人 我會建議你晚一點再放 配色就好了 來 也不用那麼複雜 全部把它留進來 肚子好餓 好香 對啊 老師我們今天 為了你 我們要吃晚餐 真的假的 真的 你這邊細細溜它 這邊去烤它沒有 好漂亮 那個顏色 漂亮 香 接下來它香氣要出來 如果沒有出來 是不行 這是中國菜最特殊的地方 要先爆香 爆起來 對 老師說你一秒可以分辨 那個東西是不是新鮮的嗎 就是 一秒 不用到一秒了 你就看到就知道新鮮的嗎 它沒有辦法用時間去計算 對 好 那你現在它 你看旁邊的蒜 已經有點味道出來了 對 甘辣椒進來 甘辣椒要炒到什麼 它現在剛放進去 跟油結它會有點亮 所以要炒到它膨 因為現在都皺皺的 你看它有膨起來有沒有 有 讓它吸到水分的感覺 有油 它會炒膨 你看你現在聞就一個辣椒香 有 對 如果你沒有膨起來 是沒有辣椒香 你就可以把它放進來了 好 好 考慮一下下去了 好 下去了 土腳下去了 那你現在只要炒它脆這麼出來就可以 對 你就是炒熱了 它自然就脆了 這樣啊 我聞到那個煙味 都是這個樣子 對 我早期我出外景的時候 去到很多的地方 他們在 通 你也是老師的嚇到 老師 你看 老師不去 我也是人好不好 老師也是人 好不好 對 我也是人 像風田就不是人 然後這樣還沒有嗆 我剛剛有那個風向 是我們剛剛調出來的嘛 對 剛剛調的這樣 就可以把它淋進來 甜了 顏色不一樣了 醋可以就出來了 好 好 因為你第一次放進去的醋 它受熱之後 它的酸會不見 會不見 對 所以你要第二次再放它 它才夠酸 再加醋 再加兩匙嗎 老師 沒有 你是差不多 最後再加一點點就好了 是 老師們一點點是不是都比較多 你沒有醋 酸度不夠不行 對 對 這是醋流 芝麻油 為什麼 亮度嗎 香 香 好香 這樣就 快點吃 餓了 這樣很快 來 你可以吃吃看 醋流高麗菜 對 醋流高麗菜 老師 微微的辣 我有 我自己有 我自己 開動 天啊 放進嘴巴裡就 一開始就有一個香香的 好香 真的好開胃 它那個醋的味道跟辣的味道 它會慢慢慢慢出來 真的 等一下大家可以把這一盤 秒殺 這個很下飯 風點你很能吃辣 不然日本人一般來說 是沒有辦法吃這麼辣 這樣可以接受 這可以接受 可以嗎 好好吃喔 老師還會教我們做其他的料理 我們休息一下 進廣告 好吃 好的 接下來老師要做的料理是 豬肉採椒蓋飯 豬肉採椒蓋飯 因為很多人認為蓋飯 只有在日本料理有 可是只要把食物放到 這個所謂的蓋飯碗上面 它就是蓋飯 就是台式的 算了 對 好 算了 中式 我們還是要幫老師忙 對 你們兩個要幫我一個忙 我會先把豬肉都進去炒 你們兩個幫我切青椒跟紅椒 好 切的話大概就是這麼大 這麼大 大概你的拇指這麼大 好 至於怎麼切 你們自己想辦法 好 這怎麼切 你有切過椒嗎 這個才是這段挑戰的 這邊不用放油 我們先把豬肉放進來 因為它是擠出油 不是 好啦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對 沒有切過 這個先切開 我切半 對 那你是不是這樣就 差不多了 這樣就一個了 這樣就一個了 所以兩個都這樣切 好 對 好不好 那我了解了 這邊我來調醬 好 紅蓮 那我先切 好 你先切 我切紅的 你切 你切藍的 那是綠的 斜的 你會切 就這樣就可以了 斜的是不是 斜的 斜的 這樣 斜的 這樣 有沒有 應該是 對 你那是直的吧 對不起 斜的 斜就是 這樣對不對 對 這是斜 這樣是直 所以你看 你切出來要斜的 那個不一樣 你切出來是直的 它就是不一樣 沒關係 這邊 我一樣可以用 因為這道菜其實是 幫大家清冰箱的 對 把冰箱料理什麼都可以放進來 今天一定冰箱裡有的 有點像 把菠菜 你放菠菜 你有豆芽菜放豆芽菜 你有肉就放豬肉 沒有豬肉你就放牛肉 羊肉 吸肉都可以 這邊不要放任何的油 因為五花肉本身就油 它自己的油 對 好香 你像去炒它沒有關係 那我們來調一個醬 要調醬 對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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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匙 一匙半 一匙半的醬油 對 然後來一點點糖 一點點 對 兩半匙的糖 好 這一個 芝麻油 芝麻油 然後就 這個蔥很詳細 好 我來 對 總番 好 我們這邊來一小匙的蒜泥 蒜泥小匙 薑泥 薑泥跟蒜泥 一個是薑 一個是薑 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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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點點水 一點點水 來 好好吃 還沒調味好好吃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很餓吧 就覺得那麼好吃 好 來 再放辣 這個放一匙就好了 一匙 這個很香 我們放一匙就好 特香 你不能離鍋 你離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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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火關掉了 老師離鍋會怎麼樣 因為離鍋它香氣就不見了 對 但我一直煮 它會不會乾掉 不會 它乾沒有關係 待會兒有醬汁就不會了 好 那你現在把 其他菜放進去 對 有沒有 你剛剛離鍋之後 你火關掉之後 它現在這個就沒有火 沒有火的話香氣就不足了 你一定要讓它從頭到尾 因為在做菜 除非你是熬湯 如果你不是熬湯 都是大火 毀在你手上 不會 舊得回來 對不起 我的錯 不會 你沒有錯 好 現在 這個蔥跟辣椒都放進來 對 你就可以把 兩個椒放進來 青椒跟紅椒 對 為什麼它最後放 因為你希望它是脆 你希望它脆 這樣會不熟嗎 如果說熟些不會 你如果太早放青椒 它會變成黃色 再來就是它不脆 我是希望它是脆的 脆 脆口很重要 因為 我們是蓋飯 你看我們的飯有這麼多 所以待會兒這個放進去 它的味道會稍微重一點點 這樣才有辦法吃飯 這麼好吃 下飯的 對 好漂亮 這是顏色 然後這一個 小心 你看那個鏡頭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好 好快 完成 這樣就做完了 如果說 柴椒 蓋飯 允許的狀態下的話 剛剛你們記得那個荷包蛋 再放上來 它就會又有蛋 而且是半熟的那種 它會這樣 就完美 來煎荷包蛋 可以 可以吃嗎 可以 可以吃了吧 可以 坐著 一起 你可以連夾著肉一起吃 這樣會比較香 這樣配這個再配一個蔥 再配一點飯 這樣 來 來 你可以再配一點菜 你還好好吃 是不是 好吃 好好吃 就是真的肉是那個 一樣很香 然後這個有脆脆的就 脆脆的 吃起來就不懂的那個 因為它增加那個香氣 我們其實平常在做 剛剛的醋溜高麗菜 對 或者是我們在 會噎到 或者是我們在做 像這樣的蓋飯 其實會放花椒 但是因為剛剛我的 這個醬裡面花椒 什麼東西都在裡面 所以只要稍微把它 拌進去炒一炒就很香 好老師來宣傳一下 你這個新的節目 是 我們所謂的出走料理 有人講過就是 出走其實就是為了回家 對 我其實之前 我出了大概將近10年的外景 對 看了這麼多國家的地方的 美食也好 或是一些食物文化 我覺得是該回到台灣 好好紮紮實實的 把台灣再走一遍 沒錯 然後去理解台灣人 為什麼有這樣的飲食習慣 然後再加上台灣人為什麼 東西都這麼好吃 對 然後有很多的故事 我們都去探索 沒錯 大家一定要看 等一下有煙禧宮殿的新聞 我們先休息一下 快點快點